平等心智 此智广度 不同小城 唯有无故 故无不故 无不我了故 无不等事 无不等事 好像我们这个地方 对 自识 踏实 有这个一段参考的 在第一面 第四视频 第一面 都是从佛光大字典里头 记录的 自识 唯一踏实的对证 执 戒法 专世 神可义 这是教学 这是基础教育 又以自己发愿修行之力 奢侈而振的国位 这就是四国四相 小城 那么踏实 是由佛菩萨加持 像进宗法门 就属于这一类 二 我们自己 智慧能力不够 要依靠 佛菩萨 依靠佛菩萨 是有条件的 不是无条件的 这个条件 所以佛菩萨加持 是相对的 你有一分 功德 他就加你一分 你有十分功德 他加持十分 完全是属于感应道教 这在礼上讲得通 比如念佛人 自己念到功夫成品 就决定得生 功夫什么叫成品 心念里头 确确实实 只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之外 全放下了 这就叫成品 如果还有 杂念 妄念 架杂在里边 这就没有成品 没有成品 往生 不可靠 完全看最后一念 是不是 最后一念是的 你往生 最后一念不是的 就不能往生 但是功夫成品 它是决定往生 而且功夫成品 可以随意往生 他想什么时候走 佛什么时候 就来接他 换一句话说 他生死自在 那么这种人往生 佛来接应他 时候先是佛光照他 佛光一照 这就是价值 把他的功夫提升一等 那所以 功夫成品提升 就变成四一心不乱 得到四一心不乱的人 佛光一照 他就是礼仪心不乱 得到礼仪心不乱的人 佛光一照 他就在是宝图 所以晓得 佛菩萨 瘟于神的加持 是自己有多少 他就加多少 那么我们自己的真干 佛菩萨加持就多 自己不干 专求佛菩萨 佛菩萨加持力量很微弱 甚至自己 还要造畏业 那就加持不上 不是不相加持 佛菩萨大慈大悲 真的是普度众生 我们自己业障深重 加不上 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 好